當時你在準備備審資料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是比較特別的部分 基本上其實高中的輔導老師 都會給你一個表 然後也給你一些範例 以前學長姐的範例 說你要怎麼準備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備審資料很多 每個學生都會丟 那你要在你的備審資料 封面一定要做得漂亮性 你看吧 我從主持這個節目的第一集開始 就開始這樣 就是很強調包裝 對 因為為什麼 包裝精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唸碩博士班的時候 我的口試啊 什麼書審資料的分數都非常的高 大家看到這個錄取嗎 不是不是不是 你想當然了 也就是說有這麼多的競爭者 你一定要第一眼的時候 要讓人家把你的資料拿起來看 那所以說 雖然是內容是網道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第一眼要吸睛 之後才彈得到內容 才彈得到 有沒有什麼小撇布 對啊 什麼叫包裝 對 貼鈔票 像每個學校 那有些其實你可以在你的那個 你可以印出他們的那個Logo 然後放在裡面放浮水印 小心機就對了 對 學校都很喜歡這樣 代表你很重視我們 我曾經遇過 就是封面 哇漂亮 只有封面 而且很有用心 不是只有封面 而且很用心 就是他真的拍照 拍這個 學校 然後結果他拍錯戲管 哇 對 然後還有還有 所以他有錄取嗎 當然沒有 而且還有拍錯學校 比如說在申請台灣大學 就拍的是清華大學 就是之類的 或者是你拍申請那個 清華大學 就拍的是北京清華之類的